能玩两到三百个小时 没问题吧 就是个游戏内容是吧 有二三百个小时 当然了 你课金的话 会减少这个游戏内容 所以说 你玩游戏 能打发你二三百个小时 如果你直接买号的话 你就 你就没准备 你买来的号 如果你不课金的话 那你你就是每天上去 把部队造一下 你不就没事干了吗 你做活动有用吗 你买来的二手号做活动 那玩管管事吗 说其实你的装备是英雄是吧 那不是什么管事啊 除非你 你不课金的话 等于就没有游戏内容了 你本身是你可以玩 而是你是新玩家 你可以玩两三百个小时的游戏内容 可以打发你很多的时间是吧 打发你可能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 是不是 你新手嘛 你盖房子 你去弄建筑 你去做活动 你还行啊 你买个号 你做活动做什么活动 你新手的话 你做活动有提高是吧 这个比较新鲜 比较好 你打号 你打号 拿号手活动一点用没有 给他们一顶顶的东西是吧 没有用了 所以你去买 直接买号的话 等于是自己把自己这个有益时间全都干没了 是吧 你中地的话 问题是 现在你直接买了号 几乎就固定了 是不是 是不是基本就固定了 你要是 你是每天就是十分钟 二十分钟就够了 需要就是时间 你需要三个月 四个月五个月 哎 好 你抱肝有用吗 买了个号 你抱肝基本就没有用啊 但是你兴趣的号 你自己抱肝的话 你还说挺有意思的是吧 你抱一下就能提高一下 还是可以的 买号继续壳 你疯了 你不如直接买一个 买一个你就直接到位的是吧 所以买号继续壳 你是不是不如就是移不到位 你总是 你买号都买号了 你还继续壳 你说你图啥呢 你图个啥 哎 所以这个东西啊 肯定是不合适的 不合适的啊 不合适 只有什么说啊 只能说 你自己 已经玩了两三百个小时了 已经基本把这个游戏内容 玩完了是吧 是不是 就是玩两三百个小时后 你打个场 打活动 你都不想打了 要不给好处 你都不想打了 是不是 这种情况下 哦 你可以可能买个号 买个号呢 可以自己就节约钱 或者说节约时间了 你要不买的话 你可能是吧 再过六七个月 七八个月 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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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方面的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可能工会需要是吧 你跟一群玩 觉得这群还行 工会还不错 那你可能说 你要跟上他们的一个节奏的话 你需要买个号 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你去玩楼子 你跑不过最后 你不跑 但是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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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一个英雄呢 确实呢 你来可以玩一下 万国觉醒的装备 就是单纯的堆数值 是不是 我 never got anywhere near the pocket 那 where's the red 给你这个 if it kisses the white 这个装备已经很紧陋了好不好 这个堆数值 这个属性是往上堆 所以你装备的话 你去买号 你就是多少钱 买多少装备 属性得了 是吧 你自己去弄 是不行的 你要买吧 你就是说 你买号 满足你的好奇心 是不是 满足你的好奇心 你就是想 想这个 可能听说吧 是吧 听说啊 这个挺好 这个挺好 然后自己玩一下 25 你玩够之后呢 你不行 你卖了呗 现在这号都是有二手 都其实没有 没有这个一手了 都是那个 三手 四手 五手 六手 现在真的是 一手啊 一手 基本 就是手机号登录的 就是危险卖号的 基本来说 基本就 可以说 基本就没有了 什么事 就是说 目前这个 环境下落 所以现在 忘了 真的是非常大的 就跟过去 越来越大 这个 你这个 肯定是用不了啊 别人 可能水晶是吧 只能说打A级战是可以的 打A级战可以 你也战 你怎么办 这这这这这能合适 你这低培养 低培养呢 主要是传义 或主要是 有比没有好 是吧 是吧 有比没有好 先铺满来说 是不是 先铺开这个 这个目的 那你跟人打架的话 越高越好 三月三月好 结果这个版本改了 这个怎么说 攻击手的权重 感觉 反而被骑兵的风头给盖过去了 现在都很 就好多人都是直接 转骑兵了 让你为你 跟起来 跑得又快 伤害还高 那你打三个就够了呗 是不是 是不是有 有这个想法是吧 攻击手的话 我们整个给他梳理一下吧 特别在 今天这种 新的环节 新的游戏环节 跟过去 不一样了 是吧 那首先的话 目前在 普通玩家 完全没有必要啊 不是说 攻击手伤害不高 是吧 安夏尔 加里程柜 攻击手 伤害高吗 也不低吧 挺高了吧 栏目正成 加这个 里程柜 也有输出 是吧 因为他是不是 是不是属于什么 属于是 有那个 有天赋加成啊 就属于是吧 你不管怎么说 都有攻击手的天赋加成 伤害是 还是有的 对吧 加路气啊 加这些 这些效果 这些伤害啊 都挺高的 都是都比 都比那个 差里 比你差 伤害要高吧 是不是 你说这些 攻击手 加里程柜 再怎么说 双差 很高啊 甚至是三炮是吧 一号技能 二号技能 二号技能 给技能伤害 给攻击力 这都是 都是体伤害的呀 对不对 技能伤害 打5 但是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 目前的话 嗯 也站在一个主要的问题 在第一赛季呢 甚至包括第二赛季 他的主要问题就是 伤害 数值还是 不高 等于说 在第一赛季的话 平均玩家的 攻击 生命 防御 可能加起来 在200 就整个游戏环境 对吧 在200 这种游戏环境的话 你的这个技能 细数上不去 比如说 技能细数 1150 但是呢 你的大小时间还低了 所以打出了伤害 那你不高 你要到这个 K3是吧 K2 K3 你到K4的话 都是400以上的 属性的是吧 攻击防御生命 加起来都得400 这些伤害 这些伤害 一大多威力是吧 那个时候的话 这个伤害技术 就完全完全 他的权重就不一样了 等于说有游戏的 这个英雄还是那个英雄 但是他在不同的游戏环境下 他的伤害数值 是伤害能力 基础伤害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对吧 博物馆 博物馆 现在国服 博物馆估计等国服 消化完这一波 卷 这一波这个 云云的事情之后 再来一下 因为博物馆 毕竟是一个 逼壳的 一个逼壳的东西 博物馆 对普通玩家来说 有什么好处 说到说到是吧 有什么好处 对这个目前 不怎么可见的玩家 是吧 这很喜欢 很喜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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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博物馆的话 又会有一些人弃坑的呀 忘了 就是出个博物馆 搜一部分请 那现在有没有人要弃坑的吧 所以 在K1不推荐 去玩攻击手的 主要原因是 游戏的环境不允许 游戏是K1的环境不允许 并不是说攻击手不厉害 或怎么着了 是它的环境不允许 那相反的话 不兵特别吃得香是吧 不兵特别吃得开 你就是查理加李承贵 它的输出肯定是不如 南木正成加李承贵的 也肯定不如什么 爱斯兰加李承贵 绝对都不如是吧 李承贵加个三号 游戏的高得多 但是只不过呢 只是相对的高啊 相对的高一些 但是相对的高没有用 目前的话 相对高的话呢 它问题是 你最高最高是吧 你这个几层柜加点三号 应该是最高的了 在K1的话 绝对最高的了 但是你再高的话 你打别人 第一不能秒杀 第二 别人血量是吧 只降一点点 就是刮个杀 再一枪也是刮个杀 是不是 你再刮杀的话 那么 这个情况就是说 不刮杀的话 那肯定看谁更能矜持 时间更长 实际上 停留时间越长 收益就越高 就反而是停留时间 拼这个坦度了 包括这个理查查理是吧 理查 续航最好 现在说是不是 治疗 这个治疗相当于 你只要不为人急火的话 基本就是满血 基本就是高血量运行 都是绿血 基本就是很难说 黄血 所以说 在K1的话 这个是一个整体的游戏环境 实际上 那么到了K2的话 虽然说环境转好了 就说 玩家的属性平均的话 可能都在300以上 300到350 就是到这个时候 就是到这个时候 对吧 都这样一行 就拿了 李承贵4 是有这个计划数据 但是你要知道 在K1的话 伤害能力 它并不能突出 等于说 这个比喻很简单 K4更注重杀杀 如果在K4的话 你使用这些 宫领手单位是吧 那个李布甲 加李承贵的话 你冲进轮堆 你丢两轮技能 可能 你被人打爆的话 你都赚了 是不是都赚了 你怎么解释 到底很简单 是吧 比如说 你带10万部队 那么 你打掉别人 10万部队 你被人打死 你也不算太亏 对不对 那你在K1的话呢 你丢技能 你很难 打掉别人 10万部队 今天就很多下 就7 8下 但这个过程中呢 因为你太脆了 你太脆了 你可能就先被别人干掉了 但是 在K4的话 你还是很脆 但是呢 你可能只需要 丢两轮技能 你就回本了 是吧 你就10万就算回 回本了 懂这个意思吧 你在K1的话 你坦度很高的话 别人打不动你 那你可以是吧 你可以丢10段 丢20段技能 都没问题 你有的是机会 但把10能技能 20能丢出去之后呢 你不就回本了吗 对吧 相对来说 就回本了吗 但是你在这个K4的话 你坦度比较高的情况下 跟坦度不高相比的话 可能就是 两轮和四轮的区别 你丢四轮 你可能回不了本 别人丢两轮 别人就回本了 所以在任务后面走的话 这个坦度 就相对的 就吃亏了 任务请走的话呢 坦度就比较赚 所以更加 倾向于 就是说维持坦度的基础上 你辅出是吧 跟你查里 加春王 是这样的 对的 有准的AOE是不伤自己的 所以在K1的话 虽然说 那个什么南部阵城 是吧 虽然三号 虽然说SR这单位呢 加里程柜的伤害呢 都特别特别高 就都是比 都比那个查里加里程柜 比他加点都要高是吧 但是他坦度还低的话 他就不行 游戏环境不允许啊 这个是王空军手的 必须要搞清楚 他逻辑上 他为什么不行 是吧 那么在K2的话 K2 K3的话 那还这个逻辑呢 还是是最多最多就是 达到一个 最多撑死了 这位均衡 孙武家里程柜也行啊 只不过没人这么干是吧 因为孙武的天赋不行 他是个技能加步兵天赋 这个天赋不行啊 你查到他这个防御天赋 这个防御天赋可厉害了 等于防御天赋 更加强调坦度的前提下 坦度和输出达到一个平衡 这个就特别平衡 你孙武不行 孙武这个还稍微差一个丢 进行天赋 坦度要少很多 只给这个 就是说这个警商各方面 也不特别高 就相对来说的话 对吧 警商和续航的话 所以K1的话 确实确实更加适合 这种方式 而K2的话呢 是达到一个平衡 K2是攻防平衡 就是说坦度和这个 输出的话 基本上说不再是 不再是 不再完全是 你那个 就是说你用理查 加这个李成贵的话 在K2的话 就那么转了 可能就要吃点小亏 是吧 略微吃点亏了就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呢 攻守均衡 比如说 觉醒的亚里山大 加李成贵的话 属于攻守均衡 属于给护盾给效果 是吧 是不是 给buff 然后也有输出 可能攻守就很慢 或者是这个查点 是吧 也稍微大一点 对于这个攻击手来说的话呢 还是继续在强调输出 但是呢 整体收益的话呢 还是不那么高 是吧 相对来讲 不那么高 因为你这个效果 这两个单位的效果 都是单体的效果 是不是 第一是单体效果 你跟那个 步兵比他 步兵都是群体效果 群体效果更多一些 亚里山大是吧 群体效果 都饿了 是吧 也有一些伤害啥的 所以你这种单体效果的 比的话呢 稍微要插一丢丢啊 然后其次的话 就是攻击手的话 有点比较招人恨 就相对来讲是吧 比较会更加优势的攻击攻击手 所以单挑的话呢 说实话在K2的话 这个爱德华也好 独攻也好 就是这个土魂是吧 或者说是加底成贵也好 还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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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的 非常不错的 但是你去打全架 就是去打这个阵性的话 打阵性的话就 就不那么合适了 就跟人群殴的话 所以说步兵的定位 就是步兵的定位是什么 步兵定位就是 维持阵性对吧 攻击手的定位呢 就是维持一个高输出 单挑性质的高输出 在K1 K2 当然K4的话呢 也有这种性质 就是开机节 开机节更加强一些 它属于这样的一个 就这么一个性质 因为那个 你要是单挑的话 单挑和那个团战的环境 是不一样的 单挑的话 你的技能 这些效果 都是完全发挥 对吧 你就无需的 就无需顾忌到什么 无需顾忌到一个 相对来说 这个塔 能更好的平衡 这个怎么讲 比如你打全架了 让你去挨 你释放一些技能 是吧 然后你要同时 你要挨几十几人的话 可能你的坎度低了之后呢 那么你的技能就是 你可能就 你可能就秒杀了 单挑的话呢 你的技能的释放 更平稳一些 你单一位一马 它还有 只能说 你可以有更多机会 去释放技能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 去看的话 像这种 攻守的话呢 它其实更加适合 这个方向 K2属于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平衡 那么到了K4的话 是有一个彻底的 一个变化 因为K4确实是给了一些 更高的伤害给了 1500的 是吧 1500的打5个AOE伤害 三炮 三炮不也有吗 是不是 但是这边 这部分还是给属性的 给属性 给行程速度 给这些东西的 你就算是不高 是吧 就不高 是不直接攻击 不要这个东西 就是很 就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是吧 5511 5511的话 跟那个什么比 跟那个 三炮比的话 还是要稍微要好一丢丢 是吧 三炮这边的话 是1350 这个是1350 然后它是40个属性 攻击20个技能伤害 是吧 其他的就没有了 这个天赋什么的 当然是 当然不太合适 然后这边相比来说的话 就会更进一步 是吧 他说第一是天赋 这块进行修正了 第二的话伤害 又是1500了 是吧 进行这个提升了 对挺忘记 给了一些 给了一定的用处 给了一些其他效果 当然这个最大的效果呢 就是说 这个是 觉醒之后 它能再增加一丢丢的 这个伤害能力 但是这个倒不关键 只是说 更加完善了 这个输出的 这个供应手的 AOE伤害 就是完善了 不过 实际的提升 不是很大 主要的提升 是游戏环境的提升 是吧 是不是 游戏环境的提升 因为游戏环境变了 就不一样了 你在K1的时候 那你怎么不去拿里程 过加三炮呢 三炮1350和40的属性的话 跟这个比的话 并不差特别多 是不是 这个差的也不是那么多 虽然说也有点差距吧 你给大家多顶一点的话 对吧 但是这个差距 差距是并没有那么大的 甚至说 甚至说三炮了 你要觉醒的话 说不定更合适了 是吧 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 只是说到K4的话 游戏环境变了 更加更加强调 伤害能力 伤害能力高 就是很好 反而是被弱化了 因为属性整体提高了 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离不假加剧 是目前 公民手 而且成本也不是特别高 是吧 两个五的这个效率 已经很高很高 刚才也 我属性 比方速度都有了 后面稍微低一点 后面技能 效用稍微差点 对吧 而李承贵来说的话 怎么说呢 其实主要是一个 攻击范围扩大 主要是觉醒的话 他有这个攻击范围的扩大 攻击范围扩大的话 你更加容易打到 这个部队单位 其实是这样的 你要说不觉醒的话 效能相对来说 稍微差一点点 1400跟1700比的话 他的什么 主要是攻击距离 是比较野怪 是收益比较高的 然后这个技能 上来给的是非常高啊 在K4的话 是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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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关于 家里程规呢 是不是 关于也有伤害呀 包括什么威名向 也有伤害呀 你怎么 你怎么 不拿那个问题 家里程规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就是说 你去使用 这个攻击手的话 他有更多额外的 是吧 你使用攻击手 你是不是有高攻击力 哎 你成规是不是 有更高的攻击手属性 有更高的攻击手 天赋啊 有天赋加这个属性 所以你这么多额外的 造成的伤害 比步兵给骑兵 造成更高 只不过在K1的时候 是因为坦度更加重要一些 所以有步兵很贵 在K2的时候呢 呃 攻守均衡 可以给沙丁 是吧 可以给这个雅琛大 如果给攻击手的话 就不那么合适了 小绝来说的话 你就给爱德华 给爱德华其实 其实就 哎不那么合适啊 只是因为你 你释放技能之后 会紧紧的怒气 多少的话 会影响一丢丢的 技能释放 就是 所以你只有伤害 你其他效果没有效果的话 那 那就稍微差点了 你杀铁的这个 杀铁的坦度是不太高的 连动速度特别快 坦度又特别好 你给独工就更加不好是吧 这玩儿 那需要更多的这个时间了 需要叠加效果了 你叠效果的话就算了吧 这就是 用这几局了 所以说在K2的时候 你成贵 给步兵给骑兵都可以 再到K4的话呢 游戏环金兵呢 我给人新的英雄 可是这个 从这个方向来看 是吧 二特别啊 还是说 新陈 说这个 离不假是吧 说说了 离不假 那都是更好 环金兵了啊 所以说 呃 吃这个 天主啊 吃 李贵的下午 都可以把他放下了 那么这个 从K1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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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